至于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连外道路一专一线 3.8公里的上片坡因为贪方 所以罗东领馆处为了处理富人的作业 担心落实会影响到游客安全 所以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从现在开始 休息到2月7号也就是除夕 直到2月8号的早上8点才会重新开园